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,苗栗火旁龙活动今年迎来第二十个年头,苗栗是供所为继续推广五龙传统民俗技艺,让传统可以新传到下一代。 今天举办火旁龙杯全国中小学竞技五龙锦标赛,共有十一的国高中小学五龙团体参赛。 其中国小组由新北市板桥区文德国校苗栗县竹南国校荣获金纸奖,获得一万元奖金,国中组金纸奖南投现银北国中夺下,同样获得一万元奖金,高中职组金纸奖辞掌落张化现达的高级商工职校,报回一万元奖金。 苗栗市长邱炳昆指出,民俗体育必须从小扎根,期盼借由举办火旁龙杯全国中小学竞技五龙锦标赛,新传五龙文化,以免五龙活动日监视为邱炳昆也感谢来自新北市,台中市,张华县,南投县等外县市的学校参与竞赛,共相胜举。 专专业评审以动作技巧与螺骨配乐等项目做出评分,只见参赛的学生挥洒汗水,努力地去舞动降龙,呈现出舞龙民俗的美感,让光赛者体验到竞技舞龙的魅力,以及传承舞龙文化的精神。